尊敬的各位 尊敬的各位领导 尊敬的各位领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尊敬的各位领导 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河南科技的邓兵宇 大学的本科专业是 服装与服饰设计 很开心能够来到这个舞台 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有过 物业公司 曾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姑娘别怕 以前的选手都面对15个人 现在才8个人 谢谢 然后之前有在 物业公司和活动公司 做过实习 大学的时候担任过 大学广播电台的 不音员 和主持过校内的一些 元旦晚会等节目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找到一份 关于活动策划的工作 如果有其他适合的岗位 也希望各位boss多多推荐 谢谢 你是因为一直以来都参加一些商演 或者是说在学校主持各种活动 所以有标准化语言是吗 对 然后我们的开场就是曾经的各位领导 我就一直想说这个开场白不好意思 在你的简历上看到 其实你拿过很多有关于模特方面的一些大奖 对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是一名艺术生 然后就是学的表演这个专业 在去年新思路 一个地区的模特比赛中 拿到过一个季军 应该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奖了 你自己说的都没有简历上这么全面 世界超模大赛中国区总冠军获优秀奖 对吧 对 全球城市旅游小姐人气奖是吧 对 你也是一个经常上舞台的人 你怎么这么怯场的 而且今天现场也没有观众 只有八位企业家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可能差恰恰是因为没有观众 对可能就会更紧张一些 那颜姐 我跟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哈 我觉得冰玉就是 你上台到现在 虽然你在那站着 看起来很沉浸 但我感觉你在这舞台 你是不自信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你跟你平时去比赛不一样 你比赛可能是你很自信 你参加过很多比赛 做过很多模特 对吧 但我就 所以我感觉 你是不是因为你不自信呢 比赛的时候 是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个领域 然后准备的比较充分 因为我不知道在这个节目上 会遇到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 我可能对这种 对这种不确定性 然后抱有一个紧张的心态吧 刚才对于邓宾宇 自己的这段话 算是说重了 你现在走出了 自己的舒适区 以前你都是展现 自己的一些外表 但是今天你要展现 自己的内在 所以你比较紧张 那就先给你出第一个题 在八位企业家当中 你随意地选出两位来 详细地介绍一下 这家企业 我选一下 曾总的公司 据我了解的话 咱们 您是做户外的一些这样的 一系列的一个产品 是产业链比较完整 您的公司名字都不说吗 咱们总是哪家公司 现查 不是我 我怕读错字 但是我看不清楚 还需要看吗 第一个老嘉宾 经常来的朋友 你都不知道吗 斯凯勒户外是吗 是吧 啊 冰雨啊 真是冰雨啊 冰雨 你千万别太紧张 你简直是 你简直是紧张到了几点的年纪 你的优势 外情小好 参与过很多模特大赛 拿到过一些荣誉奖项 但是今天你来面试 我们看到你面试的是活动策划 你最大的优势和你的经历是什么 我准备了一个PPT 这个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那个大学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和播音员的一些照片和经理 这个是就是婚礼搜发助理 当时我们是根据客户的需求 策划了这样一场草坪婚礼的这样一个形式 当然这个不是我主要负责的一个助理的一个角度 这样去 那你面试的这个岗位是主要是倾向于策划 还是倾向于执行呢 倾向于策划吧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 四片就可以 你有那个意向企业吗 我觉得每一个公司可能都会有自己这样一个策划的部门 没有意向企业 你确定你是想往后台走吗 就是策划其实在幕后的嘛 而通常我们看到的像你这样的形象的一些女孩 可能一开始还是比较愿意走到前台的 没有我挺想在后台去工作 也是都可以吧 但是更倾向于在后台 但是说实话 从你整个面试的过程来看 你不太有策划能力 就策划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工作嘛 我倒觉得说 我跟哪个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冰雨啊 我觉得你看你这个形象 参加那么多大比赛 如果你想到台前的工作 还可以理解 对吧 但你还是想要去做这个 幕后的 能够去提升内涵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你的勇气是给你点赞的 但实习工作很难做策划 说实话 就因为实习一开始做执行呢 还是有一些机会 如果给你执行的工作 你接受 我接受的 来 因为这姑娘说了 她愿意从执行座起 考一个执行问题 非常简单 我们现场的 有很多工作人员 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今天就要录影了 比如说潮汐没来 你要去抓一个人 回来救场 你会怎么跟他说 这是最执行层面的事 我应该会去找段总吧 然后跟他沟通一下 先给段总打个电话 先播一下手机好 好的 说话呀 通了 还有嘟 通了 他接了 喂你好 喂你好 哎呦 哪位 我是这边 我是这边活动执行 小邓 您有时间方便聊一下吗 然后我们 这边 你是哪儿 谁啊 我是非你莫属 这边 我是非你 我是非你 我是非你莫属 这边活动执行 那个小邓 我想问一下 您现在就是 方便吗 有时间吗 就今天下午有时间吗 我今天下午刚好有时间 但是我在天津呢 我们这边是 出现了一些意外状况 然后我们选手 也是对您的期望比较高 然后 希望您能参加一下 我们这一期的录制 然后看您有时间吗 今天下午才告诉我 以前都是提前 半个月就告诉我 今天怎么回事 今天告诉我来不及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准备 穿了大裤衩 穿了拖鞋 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 在那个附近的商场 去购买您尺寸的衣服 能不能找个其他的老师 在北京的老师 我们节目组 肯定是更倾向于您来的 如果您过来的话 我们这边会马上 给您安排行程 时间是来得及的 希望您如果有时间的话 能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来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录制 我觉得可以 可以了 段总您来不来 你直接说 我因为每次都是编导 打电话的话 他会很干脆的 直接了当地讲 因为这次谁谁谁没来 您下午几点有时间没有 能不能赶过来 来补位 绕这么大圈子 这样的话耽误了很多时间 而且这里面他还会说 就是帮个忙 其实这是个江湖救急的事 其实在这边 对对对对 然后呢 就是大家觉得 我真的有时间 我也愿意去帮这个忙 对吧 因为各位企业家都很忙的 他都有会有各种事情要参加 你不是说来就能来的 所以你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第一要有歉意 第二要打出老朋友的感情牌 第三要告诉他 我很需要你 你们不来 我们这事就砸了 但是你的话语太官方了一点点 当然你第一次这样联络 我估计打个六十分孩子 如果说作为一个不跟段总 特别熟的一个节目 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他有几个点 其实点到了 第一个呢 说我们很迫切 第二个我给出了解决方案 然后第三个呢 我还帮你买买衣服呀 怎么怎么就尽可能 把你给出的推托的理由 帮你去解决了 我觉得其实这姑娘表达还是不错 那预算超了呀 我告诉你 他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他最大的亮点就是选了段总 对对 因为段总是一个很难拒绝别人的人 我发现在做的对于好看的女生 一般还是很nice的 就是我们就跟在培训她一样的过程 而不是面试她的 但是冰宇啊 我确实我要说一句 即使是一个大三的女生 你应该下学期大三对吧 然后你也接触过一些外部的一些活动 坦率说从老道程度上来讲 执行的老道程度上来讲 是不如很多大三的女生的 有一些大三女生 其实参加过社会活动 参加过学生会团委等等 他们其实说话要比你老道 你其实是本身自己想说什么 就是说什么 没有太多这一类的经验 是不是 对 对 这是另外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你特别怕自己说的话脱稿了 是不是因为做主持人做多了 还做播音做多了 就你前面自我介绍的时候 如果有一句话里的 有几个字不对 你会重来 有这方面的影响吧 然后是想就是 跟准备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反而想在你实习阶段 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你擅长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